我们都知道吃榴莲吃榴莲吃榴莲 可是你知道吗 榴莲其实还有这些功效 真的要吗 收拾起来你可能不知道的榴莲功效 第一就是有助于治疗精通 榴莲可说是一个热性的水果 它可以起到活血 富寒 缓解精通的一个作用 尤其是特别适合体寒 精通 怕冷的女性们 榴莲的热性可促进体温的上升 改善腹部寒冷的一个情况 但是要记得适量的使用 哎哟 不是哦 那么第二就是有助于帮助 榴莲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不过前提是 还要记得坚持多喝水 否则丰富的纤维没有水吸收的话 会反过来吸松肠道里的水分 反而导致电泥 第三有助于开胃 榴莲的味道对于喜欢榴莲的人来说 简直是天堂 但是有些人会用榴莲配饭 还会用来包它 他们会将榴莲 极尽可能地用在一切的 包含美食当中 诶 第四就是 自阴壮阳 榴莲的高营养 适量用时的话 可以强生健体 自理补气 补肾壮阳 嘿嘿嘿 嘿嘿嘿 在泰国 榴莲常常被用来做病人 和产后妇女的 自阳体的 加评 好了 这一期的榴莲功效 还有哪一些是我漏掉呢 欢迎在评论前告诉我 加评大马 我们下期评见 谢谢